8月25日,浙江卫视官方微博发布最新消息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该节目暂停播出 该消息一经发出,立即登上微博、抖音等平台热搜榜 作为中国好声音背后操盘手灿星文化的母公司 星空华文股价跌超8% 事情的起因是8月17日晚社交平台上传出的一份9分钟录音 内容是已故女星李文控诉自己在节目录制过程中的遭遇 录音曝光后,在各平台持续发酵 早在8月18日,星空华文一度跌超20% 再次股价大跌,对其之后将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 过度依赖中国好声音,星空华文已现疲软 数次上市未果 2022年12月29日,星空华文终于得偿所愿 在港交所挂牌上市 上市首日,股价涨幅达70.57% 然而,开局及巅峰的星空华文 并没有给资本市场带来更多信心 作为国内最大综艺节目IP创造商及运营商之一 综艺节目IP制作运营及授权业务 是星空华文主要的收入来源 延续了11年的中国好声音IP 更是其综艺业务的核心 招股书显示 2019年至2021年 中国好声音贡献的收入 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 31.4%,28.7%,29.3% 相当于剩下几档综艺节目收入的总和 这就意味着一旦这档老牌综艺出现问题 公司的营收将难以保证 为此,星空华文并没有做好风险预警的相关措施 根据其业绩表现 近年来,该节目的营收确实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 据财报显示 中国好声音的毛利率从2019年的46.6% 下降至2021年的2.2% 2022年公司综艺节目IP制作 运营及授权业务的收入只有7.02亿元 较上一年同期的8.8亿元也有所减少 众所周知,综艺营收下降与广告的减少息息相关 而这也是星空华文一直肯失踪安代红利的直接后果 自降本增效推行以来 广告投放的减少成为围绕在棕N代头上的魔咒 作为全国观众都熟知的老牌棕N代 中国好声音同样不例外 对一家综艺制作公司来说 开发新的综艺IP保持新鲜感 吸引C时代受众的注意力 是应对此趋势的主要策略 为此星空华文也在探索全新的领域 这就是街舞蒙面唱将猜猜猜猜 《了不起的舞社》等节目 成为公司继中国好声音之后的新IP 新老综艺冷热不均 下一个爆款难遇 时间拨回2012年的夏天 中国好声音爆火 节目中导师转译 主持人花式口播等一度成为出圈的名场面 至今还活跃在视频博主的剪辑素材中 这样的盛况也促使当年的星空华文 成为各大卫视的宠儿 变成诸多热门综艺背后的操盘手 可以说 星空华文 牢牢掌握住了电视时代观众的遥控器 2015年随着网络综艺的崛起 星空华文也开始向网综领域布局 先后开发出这 就是街舞 这 就是原创 极客电音 蒙面唱将 猜猜猜猜等节目 将其作为新收入的第二增长渠道 2019年 星空华为 以语优酷 腾讯等多个平台保持合作 不断推出S家项目 涵盖街舞 电音 乐队等不同领域 这 就是街舞第一季时 节目总点击量突破14亿 豆瓣评分达8.6 第二季 第三季始终保持着8.7 8.2的高分 但从第四季开始 口碑下滑 豆瓣评分不足8.0 不少网友对节目的老套路表达出强烈不满 曾经的爆款综艺 如今也面临着是否还有后续的难题 事实上 自中国好声音 这 就是街舞之后 星空华文已再无爆款 和更有市场竞争力的综艺作品 对打芒果TV披荆斩棘的哥哥的追光吧 哥哥 从舞美 赛制 到嘉宾表演 都备受网友诟病 甚至有不少观众吐槽 节目嘉宾应该去另一档节目摆下了这么好的阵容等 今年播出的了不起的《武摄2》也仅获得虚敬欢 中缅日上APP等屈指可数的广告投放 与同期热门综艺完全没有可比性 不难看出 星空华文想要复制曾经的街舞IP和中国好声音创造的爆款路径 这条路显然已经走不通 而节目中暴露出的赛制问题 套路化情节以及对于导师的不尊重等各种问题 正不可避免地成为舆论风暴的中心 近些年围绕其版权诉讼的纷争也络绎不绝 招股书中毛利率的下降更是透露出其节目遇到的招商困境 对于星空华文来说 当宗N代的红利不在 新综艺的表现欠价 该如何面对营收持续下降的考验 以及广告收入下滑的颓势 继续接受资本市场的严峻考验 成为当下最需要思考和忧虑的问题 此前浙江广电集团发布至中国好声音观众和网友全文如下 8月25日 浙江卫视微博发布最新消息 鉴于对观众和网友反映的中国好声音节目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该节目暂停播出 8月25日 人民网 2023季好声音已于7月28日开播 每周五20点20分开始在浙江卫视播出 官方资料显示 新一季中国好声音将以青春为名 开启盲选民选多选模式 坚守声音之路 开辟民选赛道 为每一个拥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创造全新舞台 为每一位喜欢音乐的观众带来听觉视觉的多重享受 最新一季好声音开播不满 一个月即被暂停播出 颇有些出人意料 8月20日 浙江广电集团就近期 中国好声音节目引发的争议发公开函表示 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并称真诚欢迎广大观众和网友监督 督促节目制作方努力改进工作 还评价李文是一位好导师好歌者 值得我们铭记 公开含明确要求制作方 切实维护公平公正 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得到尊重 如今浙江卫视决定暂停播出好声音 显然是对上级部门这封公开含的严肃回应 最近 关于中国好声音的争议持续发酵 主要是源于上月病逝的导师 李文生前控诉遭不公平对待的录音和视频被曝光 爆料显示 李文曾质疑好声音节目组赛制不公 也因自己站队的学员被淘汰而讨要说法 节目组已给学员机会来逼迫李文发微博 被涉嫌威胁、霸凌、压迫 如此内幕引发轩然大波 相关话题登上各平台热搜榜 网友一编导支持李文 对其表示同情 对节目组表达不满 对此 中国好声音官方回应称录音系自媒体恶意剪辑 表示节目录制期间曾有的误会经沟通 当时急已消除 不过 三言两语的回应并未平息争议 大量歌迷向节目组讨要说法 赞助商的评论区沦陷 抵制声浪越来越大 还有网友爆料节目组疑似存在花钱买人气 组委会内定选手 晋级需花钱包装等问题 接连有钱选手学员发文铺内幕 有人称十年前参加节目录制时 曾被暗示需付十万赞助费 一些演艺明星公开声援李文 而这些爆料每一件都不容小觑 引人关注 这种情况下 浙江卫视暂停播出中国好声音 又似乎情理之中实乃明智之举 一可以很好的回应公众关切 表明接受网友批评建议的诚恳态度 二说明充分认识存在问题的严重性 表达整改到位的决心 三有助于上级部门进一步调查核实 查个水落石出 四立于重塑声音本位 打造传递正能量音乐盛宴 回归好音乐初心 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分析 好声音被暂停播出 都是不折不扣的好声音 事件回顾 浙江广电发文回应中国好声音争议 8月20日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网站 发布至中国好声音观众和网友 全文如下 此消息一出 瞬间成为互联网最热话题之一 该微博下的网友热评纷纷表示 停播是当下最优解 先查清楚了再说 还我们一个好的答案 我们期待有关部门 能够尽快查清楚真相 喜欢浙江卫视 后面还会支持 此前8月20日 浙江广电集团网站 发布至中国好声音观众和网友的公告 称 我们清醒的看到 中国好声音节目也不断遇到一些问题 离大家的期待还有差距 浙江卫视有责任有义务加强节目监管 履行好播出平台职责 同时 督促节目制作方 上海灿星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认真听取大家意见 在节目制作中 切实维护公平公正 让每一位参与者都得到尊重 针对大家关心的问题 浙江广电集团将以负责任的态度 进一步调查核实 并真诚欢迎广大观众和网友监督 浙江广电公告原文 但不少网友对该公告的调查力度 持怀疑态度 因为李文生前录音控诉好声音 正是8月17日晚间 而就在隔天晚上 中国好声音2023照常在浙江卫视播出 并未受到风波影响 8月17日晚 一段著名歌手李文生前 控诉综艺选秀节目 中国好声音的录音曝光 称遭遇到不公待遇 同时节目有着许多非常规的运营操作 就在9分钟录音视频流传的当晚 中国好声音官方微博 发布声明进行回应 表示近日 部分自媒体账号 在网络平台散布 经恶意剪辑的录音 李文生前控诉2022中国好声音 是对逝者的不尊重 也严重损害节目形象 我方表示强烈谴责 好声音制作方的回应 不仅没有平息网友的怒火 反而让舆情越发激烈 8月18日 中国好声音制作方母公司 星空华文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星空华文股价大跌 较前一日蒸发近116亿港元 随后 众多好声音学员更是发微博声援 同时道出了节目组种种离谱行为 在诸多的黑幕面前 网友怀疑浙江广电 山山来迟的公告不无道理 自中国好声音在2012年爆火以来 历经十余年的努力 浙江卫视和背后的浙江广电 在多个综艺领域的精心培育 已经成功展露头角 成为了一股与湖南广电相匹敌 甚至超越的综艺力量 而综艺节目作为一种吸睛能力极强的内容产品 在整个文娱行业内展现出迅猛的发展势头 于是资本闻风而动 逐渐渗入该领域 同时由于中国好声音为代表的一系列制播分离节目 天生没有直播属性 录播剪辑背后难免伴随的是弄虚作假的疑问 这一现象对于浙江卫视来说尤为明显 最终李文的控诉彻底坐实了这一问题 但结合制作方的回应来看 即便是国际巨星李文的庞大影响力 面对整个行业的游戏规则也难以为继 资料显示 星空华文的主营业务有四大组成部分 分别为综艺节目、音乐、电影及剧集IP运营 以及其他IP相关业务 不过扛起公司收入大旗的主要为综艺节目IP制作运营及授权 按2022年的收入计 该业务入账7.02亿元 在总收入的占比超过80% 在这惊人的吸金能力面前 有人将商业价值和盈利当作综艺节目成功与否的绝对评判标准 也不足为奇 倘若在缺乏法律和规则的约束 那暗箱操作的存在几乎难以避免 许多年来 关于艺人和明星的社会讨论与关注 大部分只停留在对造星机制的表面批判上 聚焦于明星的收入、品德与地位的道德评判 却未曾深入触及娱乐行业最扭曲的层面 而这最扭曲的部分不正是这个社会的隐喻吗? 每一个在庞大体系面前感到无力的普通个体 不也正是李文的写照吗? 请记住 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就是人民的文艺 这是根本立场 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不可动摇 在这样的背景下 浙江卫视这一停播微博回应了广大人民的诉求 正视了存在的问题 停播好声音 是照顾大众情绪的最大公约数 是对网民现阶段情绪的尊重 好声音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 更需要调查出一个真相 在中国的娱乐圈 音乐综艺《中国好声音》无疑是一部分水分岭之作 它不仅改变了观众对选手和音乐的认知 还为许多有梦想有实力的人们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 然而 近期由于导师李文coco的去世导致其音频曝光 引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波 录音中 李文语气激动的控诉节目组一堆坏人如何整治他 录音内容令人心痛 愤怒又不解 一个患癌症的歌手 为了坚持梦想顶住病魔参加节目录制 却遭受如此不人道的对待 这场风波不仅影响了节目本身 还波及到了节目背后的资本公司星空华文 以及多位知名艺人 短短几天的时间 从以前好声音的学员到韩红 金星这些圈内明星都相继为李文发声 而好声音相关的导师和主持人都没有出现 这使得他们深陷舆论漩涡其中 背后公司七天跌破78% 珍妮在发声曝黑幕 近日中国好声音导师李文与工作人员发生肢体冲突 甚至摔断了腿 这一事件明确显示出娱乐圈中的弱肉强食 令人震惊的是 这一切都被李文学员的录音设备录了下来 在音频中我们可以听出李文已经气不成声 在描述自己被强行拉扯 还遭受打击报复 从李文的控诉再不难看出 在资本面前人命与尊严何其廉价 这让人不禁思考 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一位顶级歌手沦落至此 很明显 商业利益高高在上 新人无处说理 即使巨星也难逃被资本利用的命运 李文只是冰山一角 不知道还有多少新人和弱势群体 正遭受着同样的不公平对待 中国好声音背后的资本是星空华文 要知道它在国内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一家影响力巨大的文娱集团 其中 星空传媒被全球媒体大亨莫多克收购 成为它进军中国的起点 莫多克此举明确显示出自己基于中国庞大的媒体市场 而华文则代表着本地资本力量 其已发展成国内最有影响力的文娱之一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壮大 华文已是中国娱乐界的霸主 其旗下投资的视频网站 电视台等媒体公司 几乎覆盖文娱业的各个领域 可以说 华文已经垄断了中国文娱产业 任何想要进入文娱的公司 都必须与它进行或多或少的合作 否则很难获得成功 在这样的背景下 中国好声音这类节目难免深受资本力量的操纵和控制 节目的运作必须服务于资本 其首要保护的一定是商业利益 这会使节目中存在许多不合理有失道德的做法 李文是一出 其股价一度暴跌 本以为在做出回应后 星空华文的股价可以回升 但谁也没想到暴跌意在继续 仅仅在七个交易日里 该股从124港元跌至30港元不到 累跌78% 接着资深艺人珍妮也加入了舆论战场 她不仅公开批评了中国好声音 还暗示节目内有吹哨人故意泄露黑幕 29日珍妮再度发声 喊话中国好声音节目组 珍妮称李文走到哪里都十分有底气地告诉大家 自己是是中国的女歌手 就是这样一个爱国的女生 却被自己的国人欺负到如此境地 珍妮喊话中国好声音于心何人 并劝解中国好声音 别为钱财而丧尽天良 别乱用中国名 别践踏孩子梦想 别不守法纪 其他你请随便玩 珍妮还表示自己在李文追悼会上 坐在第一排 当天大银评里不停播放着娱乐圈人士道文影片 每个人都对李文说一路走好 我爱你 可是李文音频爆出后 为他发声的人却少之又少 这让珍妮觉得很是讽刺 29日 珍妮继续发文 究竟谁会被记起 很好奇 拭目以待 之后又Q到了柳黎 则鹏等人 珍妮称若没有导演柳黎 及现场工作人员的恶行恶状 怎会引起公愤 若没有那个站在道德这边 知恩图报的孩子挺身而出 提供证据 我们也无法穷追始末 掀开真相 自从中国好声音被爆出一些内幕消息后 有传言说 一位女性参赛者花了三千万元购买了冠军头衔 而且没有签约的参赛者很难进入决赛 所有的冠军都遭到了怀疑 其中最受关注的莫过于2020年夺冠的善一纯了 但其中的真相我们未曾达到得到证实 仍需进一步探索证实 我们再说说今年这一届中国好声音的四位导师 因为大家都清楚 今年的好声音大家不论导师是谁 都被观众指责是配合节目组演戏 而不管谁夺冠都会成为一个笑话 郭德纲更是讽刺他们说 真优秀 他们可真厉害精湛的演技 即使是影后影帝们 都很难演到如此传神的境界 这种声音对于曾参入其中的导师们 影响是非常大的 随后有细心网友发现搜索平台上 好声音2023的导师简介表中已无周华健的名字 设想如果周华健离开 剩余三位导师注定会如坐针毡 被网友以公平著称的薛之谦的镜头 更是少之又少 但还是有一些理智网友 认为大家对于节目组的怒火 不应该牵连导师本人 一方面人家签合同了 如若中途退出就要付违约金 那样的话对自己的学员也不负责 另一方面 节目本来就是录播 好声音的争议也并不是现在才有 早在第一季时就有了 看看那时刘欢的态度就知道了 刘欢参加第一季好声音后 就控诉过 录制时间和时长从不考虑到一人的休息 从每天下午2点到凌晨3-4点 身体根本就吃不消 对于赛程设定的制度更是不满 估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 他终于发现所谓的励志选秀是有台本的 而导师是需要会演戏的 当时从中国好声音退出后 刘欢就联合谷建分老师崔建等人组成华乐成盟状告 中国好声音侵权 估计也是从那个时候起 刘欢对所有的综艺都十分抗拒 当第一季《我是歌手》开始录制时 就曾邀请过刘欢参加 但被他拒绝 然而湖南卫视切而不舍连续邀请了他7年 导演还专门飞了两次美国登门拜访他 终于歌手在第七季时把刘欢邀请了过来 但刘欢前来是有前提条件的 湖南卫视更是诚意满满 他们了解到刘欢最在乎的是什么 于是就决定与刘欢联手一起创立一个刘欢原创音乐基金 这个基金会每年都会会拿出上百万用来奖励那些 对原创音乐做出贡献的音乐人 刘欢笑着说自己可是是被这个原创基金给忽悠过来的 瞧瞧吧在这如此浮躁的娱乐圈里什么才是最宝贵的 是刘欢这些老艺术家宁愿舍弃一切利益都要拼命守护的作品原创 以及有原创能力的音乐人还在坚持的原创梦想 那音与中国好声音 中国好声音的事情给那应代也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他不仅退出了春浪音乐节 连演唱会也同样都被取消了 那音原本计划在10月1号和2号这两天在澳门举行一场演唱会 也推出了六种不同的票数 这些票数都超过了周杰伦 但丝毫不受影响 各等级的票数都有所增加 人气十分高 29日有记者爆出一个热门歌手的演唱会要被取消 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官方声明 虽然说是推迟 但组委会已经将门票全部退了 连重新开放的日期都没有公布 摆明了就是取消了 不过演唱会的主办方说 那音的身体原因不能参加 所以演唱会将会推迟 但真正的理由却是显而易见的 在互联网时代 公众舆论的力量越来越大 一则新闻或者一个话题 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引发巨大的关注和讨论 而公众的舆论很可能会影响到资本和名誉 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娱乐圈的权力游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在这个游戏中资本名誉和公众舆论是三大关键因素 它们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 而作为普通观众 我们也应该更为理性的看待娱乐新闻 不被表面的现象所迷惑 深入了解背后的真相 在这个权力游戏中 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角色 经济公司 经济公司在艺人的事业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它们不仅负责艺人的日常管理和宣传 还在背后为艺人争取各种机会和资源 说实话 对于现在的歌坛 好歌曲要比好声音重要得多 因为现在想唱歌的很多 但能写歌并且坚持写歌的越来越少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 2023年的中国好声音舞台上 小编认为观众应该注意的是 导师们其实一直没忘记他们作为音乐人的使命 近日 网上爆出好声音从未想真正停播 只是来了一个缓兵之际来压下火焰 就像是李文好友珍妮所说 一切都只是打响了第一枪 还没跌停下架 随时都有可能起死回生 一看70岁的珍妮真是明白人 活了大半辈子 什么样的人和事情没有经历过 对于蓝台这样的小伎俩太司空见惯了 都是中国人玩什么文字游戏 什么暂停 明摆着就只是缓兵之际 憋着坏在想办法应对舆论呢 与此同时 也有媒体质疑蓝台暂停好声音播出的诚意 同样也是认为节目从未想真正停播 公开发文称 那些交了钱的选手的钱会给退吗 多名学员发文内容一致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怀疑蓝台太敷衍 而且这么久了也没有对调查进度做一个公示 到底是有没有调查不得而知 难道是想用这种沉默的方式 让互联网失去记忆 8月27日 网上社交平台突然蹦出2023届的多名学员 发布关于参加中国好声音的文案 并且发文内容十分一致 都是在统一否认好声音向学员收取费用一事 并且还言辞凿凿详尽表述自己参加好声音 不管是路费还是时速的费用都由节目组包办 这多名学员前后发文差不多有9人 而且时间节点都差不多集中在27日下午 只有一个主题思想内容非常一致 就是爆出好声音黑幕是无辜被冤枉的 这9名学员称节目组每位工作人员都非常热情 节目方对学员也非常好 根本就不存在之前李文所说的黑幕 也不存在很多学员所爆料的要交很多钱才会得惯 在蓝台宣布好声音暂停播出之后 大家都等着调查处理结果 但等来的却是齐刷刷的力挺好声音的文案 并且还是清一色的2023季的选手 要想把戏做得真一些 就应该找之前的老学员 而不是拿新来的当枪使 网友再傻也不难看出 这一切都是好声音的伎俩 统一下通知统一发文 只是这样一似洗白的行为似乎没有起到什么效果 反而越洗越黑 两位导师退出带确认 近日网上也在传好声音真正暂时停播的原因是 其中有两位导师强烈要求要退出录制 其中这两位导师一个是周华健 一个是薛之谦 但有待确认官方并没有站出来回应 据说周华健之所以要选择退出 和网上舆论有很大关系 要知道周华健名声在外 在音乐界属于大佬级别的人物 他不想卷进这场纷争之中 只想好好做自己的音乐 如果说这种音乐赛事存在猫腻 他肯定是不能苟同的 因为他的人品告诉他 一切都要遵循事实 所以他才会选择退出 但还有待确认 而薛之谦被爆出在节目组录制节目时 疑似和节目方闹得很不愉快 在停播前的一期录制中 薛之谦全程都是冷着一张脸 话也说的很少 疑似是因为节目组将他的一个女学员镜头 给剪掉了而不高兴 不管好声音停播的原因是不是因为两位导师要退出 才导致停播 还是因为舆论的压力才停播 蓝台表明过一切都在调查之中 那希望蓝台尽快出结果 就不要中途再出什么幺蛾子了 罗刹海誓的发布一出现 立刻引起了全网的热议 这并非仅仅因为他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 而更因为这首歌词深刻而有内涵 粉丝们阅读解析后 居然找到了四个值得怒斥的对象 不禁让人大跌眼镜 他们都满怀期待 等待着那些被冒犯到的明星做出回应 然而四位元老还没来得及应对这场激烈的言辞攻击 更多明星已经卷入了这场风波 有些人趁机报复 有些人则被痛斥不堪一击 甚至央视的六公主也被卷入其中 在刀狼大火后 首先站出来抨击的是王峰 他用刀狼是乐坛悲哀这句话 充分表达了对刀狼极其音乐的不屑 而杨坤也不甘示弱 加码嘲讽质疑这到底算不算是音乐 他说那是音乐吗 是不是音乐不知道 可以肯定的是老百姓很爱听 在当时乐坛低迷的局势中 刀狼凭借出售270万张专辑 让很多老前辈极度又无可奈何 他们只能对新秀发动口水战 例如汪和阳的嘴炮 还有纳英的打压 纳英在评选最具影响力十大歌手时 不顾事实公然指责刀狼的作品没有审美价值 甚至还遭到了媒体的讽刺 他手握是否认可新人的权利 因此他那看似轻飘飘耿直的几句话 直接堵住了刀狼的前路 他被视为是发起了反刀狼联盟 直接导致刀狼退出了圈子 长达十年之久 因此罗刹海事发布后 最多人前往打卡的地方之一就是纳英的社交账号 通常情况下 他的互动量只有几万 但最新一条视频的留言数量 在截止到26日早上9点时已经达到了153万 还有3.6万人在悄悄说话 而这些数据仍在不断攀升 与此同时 小跟班杨坤和汪峰的情况也与纳英相似 他们的评论量从平时的3万飙升到了几十万 这让老几位既感到惊喜又有些惊恐 因为堵住众口实在太困难 一不小心就会被反噬 因此到目前为止 他们一直选择性的躺平 不回应这场舆论风暴 那应甚至向人咨询 如何屏蔽对他的恶言攻击 或许他找到了屏蔽留言属性的漏洞 所以一直未回应 不过在等待这些明星回应的间隙 粉丝们也抽空前往那些 与老几位有关系的明星社交账号留言 传达着他们的快乐消息 而第一个站点就是田振 田振和刀狼的出道时间接近 音乐风格相似 自然而然的竞争激烈 再加上好大一棵树的争议 以及粉丝们的互撕 导致两人的关系 从合作转变为竞争 千禧年的摔话筒风波 更是将两人的矛盾推向了顶峰 当时田振被票选为最受欢迎的女歌手 但因各种原因 在颁奖典礼上 他发现主办方未经说明 直接把奖杯给了那音 田振是一个性格豪爽的人 当即摔下话筒走人 这个恩怨过程被众人津津乐道 结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个成了高调资本 一个则销声匿迹 联想到刀狼被打压 这场名为罗刹海事的动车组 自动开往下一个站点 粉丝们纷纷前往田振的社交账号 留下了合作的建议 并继续前进到下一个站点 云朵 云朵虽然在大众眼中 刀狼早在十余年前就退出了歌坛 但实际上他只是转向了幕后 培养了一大批乐坛新人 并亲自参与了云朵的专辑制作 云朵也没有辜负师傅的期望 据传他学的一身本事后 离开了刀狼的阴影 直奔纳英的酒吧眼 初高音飙升 引起了观众们的热烈欢呼 这似乎是小小的回敬给师傅 告诉他没有审美的气氛 因此当刀狼宣布付出时 粉丝们都积极地支持他 希望他能找到机会回击 但刀狼的大徒弟王汉仪 却在直播中发表声明 感谢大家的喜爱 但也提醒大家不要跟风曲解歌曲 粉丝们纷纷点头表示理解 似乎是在说 老几位还不够资格让我的师傅 专门写歌来 于是粉丝们继续推动动车组 前往下一个站点 接下来是郭德纲 很多粉丝准备前往他的社交账号 询问他的看法 毕竟刀狼的新歌 写的有点像他过去写的打油诗 而且他的德云社 一直喜欢用时事杂卦 这次的风波似乎为他提供了新的素材 然而一些粉丝走到他的账号 却发现 原本可以留言的账号设置 突然变成了仅允许自己评论 不过 好徒弟曹云金 却不愿错过这个绝佳的机会 他突然现身直播间 摇着指扇 学着师傅的样子 唱起了一首曲调非常特别的歌曲 《嘲讽刀狼》 虽然学唱是相声演员的基本功之一 但粉丝们觉得 曹云金的这一举动 巧妙地完成了三件事情 为直播间带来了更多人气 点燃了师傅的旧事 表达了对刀狼被打压的共鸣 同时也为自己曾被称为叛徒的那几年辩护 不过 也有人认为曹云金的翻唱 只是简单的接近了传统小调 毕竟郭德纲旗下麒麟巨社的老蛋贾怀印 也发布了翻唱视频 这似乎表明不会出现新的叛徒 最后一个站点是央视六公主 她擅长冲浪时事 网上有许多关于她处理时事的战绩报道 因此 当她在7月25日安排了神州第一刀的播出后 粉丝们猜测她可能是在助力刀狼的付出 然而 《新京报》却认为大家方向错了 刀狼这次付出 似乎并不是为了复仇 而是因为对以丑为美的风气感到忍无可忍 回顾刀狼离开乐坛十几年后的情况 似乎证明了《新京报》的观点 乐坛怪事不断 已经不再是那个平实力 就能成为一姐一哥的地方 甚至连有争议的行为 都能以各种方式被洗白 再次进入娱乐圈 这难道不正是罗刹海事的真正含义吗? 这也反映出大众对娱乐界的理解和反思 尽管对刀狼新歌的解读仍在进行中 但涉及到的各位明星都还没有回应 但从目前新专辑的热度来看 刀狼的付出可以说是成功的 最后附上完整的歌词 让我们一起细细品味吧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娱乐圈的风云变换 每个明星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而粉丝们则在这场舞台上 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让明星们更加辉煌 希望未来刀狼能够继续创造出 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 让我们继续期待他的表现 这次我必须站出来说话了 你们这些造谣者太过分 最近杨坤连番遭遇负面新闻的打击 有关他与好友刀狼和纳英的关系 传出种种令人扼腕的传闻 这些捕风捉影的报道 使杨坤声誉受损多次表达态度无果后 杨坤终于忍无可忍 决定召开发布会亲自澄清这些事情 当日记者会上 杨坤不再如往常般谦和悲观 而是流露出了内心的愤懑 他的话语中透着对造谣者的痛心与不屑 杨坤的发言内容究竟如何 他对谣言做出了怎样的回应 这场记者会将如何影响杨坤和大众的关系 一系列疑问等待着我们去探索真相 近期有网友爆料称 杨坤曾在某综艺节目中公开批评和羞辱过刀狼的歌谊 这番言论立刻在网上引发轩然大波 对此杨坤坚决否认了这一传言 他表示自己和刀狼素未谋面 更没有在任何公开场合针对刀狼发表过负面言论 这纯属于凭空捏造的谣言 事实上杨坤一直尊重其他同行 从不会随意评论或批评同行 在问题最引发争议的时候 杨坤选择了沉默并没有过多解释 这一段说明了杨坤的诚信与善良 与批评刀狼不同 关于杨坤是否公开谴责过刀狼也存在争议 一些娱乐小报曾报道 杨坤在某访谈中直言刀狼的为人有问题 这番评论让刀狼受到不小打击 针对这一传言杨坤也选择明确予以否认 杨坤称自己从未接受过任何采访提及刀狼 更没有在公开场合对刀狼的品行做出过批评 这完全是某些小报为了博眼球刻意编造的新闻 杨坤再次重申对于不负责任的传播谣言 自己将保留法律追责的权利 他呼吁公众和媒体要客观和理性 不要轻信未经考证的言论 此次针对刀狼的负面传言 引发的并不仅仅是杨坤本人的注意 更牵涉到整个娱乐圈乃至公众对名人的看法 杨坤的表态纠正网络传言 也是一次维护自身正直形象的举动 娱乐圈本就八卦不断 杨坤的声明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模糊的视听 这也提醒人们不能随意相信网络留言 更要理性地看待名人新闻 杨坤的坚决声明捍卫了自己的声誉 也树立了诚信理性的正面典范 这种保护自我名誉的行为完全可以理解 杨坤对传言的否认和声明 澄清了自己与刀狼之间的关系 维护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也提醒大众要理性看待名人新闻 这体现了他的正气和责任心 关于杨坤是否认识田振 一直存在不同说法 杨坤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示 自己与田振并无交集 不属于熟悉的朋友关系 两人可以说是不相识 这句话引发了轩然大波 许多网友直言杨坤不尊重前辈 对此 杨坤再次重申自己确实不认识田振 在演艺圈里 许多艺人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不熟悉或不认识某人也是正常的 杨坤强调 自己对田振的工作非常欣赏 但仅限于艺术领域的欣赏 两人私下从未有过任何交流 杨坤的回应表现出了诚恳 此外 有评论称杨坤在成名后逐渐疏远田振 不再给予田振作为前辈应有的尊重 这一说法更让杨坤无法接受 杨坤严正否认了这一猜测 强调从未有过不尊重田振的想法或行为 事实上 杨坤一直视田振为自己的偶像 田振的每首歌曲都令他受益匪浅 正因对田振怀有崇高的敬意 杨坤才会在许多场合提起田振 表达自己的敬仰之情 杨坤称 这种敬佩之情绝不会受自己名气大小的影响 杨坤的表态可以看作是对自我声誉的捍卫 也是对事实的理清 他不希望公众由于语言上的奇异产生误会 杨坤再三强调自己不认识田振纯属事实 绝无对田振不尊重的意思 虽然两人不相识 但这不能否定杨坤内心对田振的崇敬 杨坤希望大家不要对明星关系有太多异策 他呼吁广大歌迷要理性看待问题 不轻易被戏剧化的报道所影响 杨坤的真诚说明和态度值得肯定 这也提醒人们在新闻报道中保持理智与审慎的态度 在提到那英时 杨坤的态度可以用尊重来形容 他在多个场合提到 是那英为中国乐坛的前辈级人物 对那英的唱功和对乐坛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杨坤认为 那英用实力和努力赢得了公众的认可 他是自己非常敬佩的对象 尤其是在那英遭遇多番争议时 杨坤选择了沉默支持 并在合适的时候给予鼓励 这种默默守护前辈的做法 体现了杨坤的情商与修养 杨坤的言行对那英产生了正面影响 也为公众树立了敬佩前辈的榜样 而在提到田振时 杨坤更是毫不吝啬自己的敬意 他表示田振是自己学习的偶像 田振的每首歌都给他带来无限启发 杨坤坦言 田振是自己最尊敬的前辈之一 这种感情不会改变 杨坤的这番表白 表达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虽然两人从未谋面 但杨坤的内心一直对田振怀有崇敬 这种崇拜前辈的心态 恰恰彰显了杨坤的周道与谦逊 在这个浮躁的社会里 杨坤的态度让人为之一振 杨坤的言行让人欣喜的是 他不分前辈晚辈 不论地位高低 一视同仁的给予他人应有的尊重 在他看来 只要一个人通过努力获得了成就 就应当受到肯定和敬重 这种淡泊名利的心态 证明了杨坤的内心强大 尊重每个人的努力 而非光鲜外表 也让杨坤本人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认同与喜爱 我们希望杨坤今后的言行和作品中 也能持续展现这种赤子之心般的真诚与纯粹 杨坤这次的声明 不仅澄清了自己的态度 也对网络时代的公众提出了警示 当今网络盛行 虚假信息可以轻易产生和传播 在这种环境下 保持理性和客观的头脑尤为重要 杨坤就曾深受网络谣言的困扰 但他选择了理性的回应 而非与谣言同流合污 这种冷静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络时代公众更应当学会独立思考 面对新闻保持动态 唯有理性才能看清事实的真相 本案中 杨坤遭遇的各种不实传言 充分说明了谣言的愚蠢和危害 谣言一旦产生就难以收拾 容易引发公众情绪化 因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思维 不要轻易被谣言误导 谣言的本质是欺骗 传播谣言的人也难逃法律制裁 看清谣言的本质才能避免上当受骗 杨坤正面的回应 也令许多人认识到了谣言的危害 赢得了公众的理解 除了理性思维 杨坤给大家上了一堂尊重之道的课 无论对纳英还是田振 杨坤都表现出了真挚的敬意 这种不计前嫌是同僚如家人的胸怀值得学习 如果人人都能像杨坤那样尊崇他人 重视团队 那么这个社会将变得更加温暖宽容 杨坤的模范作用不容忽视 我们要在生活中多展现出尊重之情 用真诚感化周围的人 从蓝台宣布好声音停播开始 相关部门也已经介入调查 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差不多半个多月了 可是没有任何一个官方公开调查结果 网友们也都非常着急 但是终于有网友在网上发现了 关于调查结果的蛛丝马迹 这位网友爆料 港媒在近日向网友们透露 中国好声音的制片人在相关部门介入调查时 被相关人员搜寻到证据 并被警方带走调查 网友们在听到这个消息时非常激动 表示这么长时间的等终于等到了结果 据港媒爆料 这位制片人在好声音从制作到播出的过程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可以说是整个好声音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了 网上爆出的所有好声音节目组做的所有事情里 这个制片人绝对在里面做过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情 当然就算他没做过 但他也绝对知道里面的内幕 从被警察带走来看 他在里面的作用也至关重要 港媒还透露 相关部门在调查证据时 发现了好多关于导师在其中的事情 这些事情网友们也不难猜到具体是什么 港媒还爆料 在警方调查的证据里 在所有涉事人员中就这位制片的情节最为严重 这次带走制片人并不是为了调查结果 而是直接进行了抓捕 港媒透露制片这次进去 可能很久都不会出来 事情的严重足以让这位制片在牢中待个30年 在港媒爆料好声音制片人被抓以后 有网友发现在北京纳英居住的小区里 有一套二手房在售卖 并且是低价售卖 这就引起了网友的疑惑 在现在好声音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偏偏在纳英的小区有人在低价出售豪宅 就有网友顺势猜到了这个人是纳英 据说纳英所居住的小区是一处高档别墅区 根据网友爆料 纳英在北京别墅区买的房子共有一千多平方米 不用多想就能猜到这个小区价值可能价值好几十亿 毕竟有钱人的世界我们不懂 有网友发现 目前这个房子的卖主是以4.5亿的价格在售卖 这样一看卖家已经降低了非常多的价格来卖房 感觉非常迫不及待的想要卖出去 在网友猜到纳英正在紧急出售豪宅的时候 又结合之前纳英之前前往泰国度假 就有网友认为 纳英可能受不了国内的舆论打算向泰国移民 紧急出售豪宅转移资产 这一观点一出来就引起了网友们的愤怒 不少网友认为 纳英这是在打算卷款跑路 想借着澳门演唱会从澳门转移到泰国 对于纳英可能要进行的行为 网友们当然不允许纳英这么做 纷纷喊话税务局国家纪检委彻查纳英 绝对不能放纵纳英捐款出国 不能放过他 目前为止纳英都以同样的理由 请辞了两场演唱会 可以说自从刀狼付出以来 纳英几乎没有出来露过面了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纳英就算没做过网上所传之事 但是他不会来回应 网友们也都默认了纳英的确有参与 如果纳英真向网上所传转移资产移居国外的话 这对他来说也是唯一能做的了 自从刀狼的一首《罗刹海誓》 还有李文的一段生前录音的曝光 将蓝台推上了风口浪尖 这看似简单的两件事 但确实让蓝台足够喝一段时间的了 尤其是台柱子南英 更是一度跑到国外来躲避风声 不过随着事情的发酵 以及网友们的讨伐 这时也有蓝台曾经学院站出来辟谣 他们表示节目已很公平 并不存在大家所说的暗箱操作 对于李文的录音 有学员站出来表示这是后期剪辑合成的 大家不能被这科技误导 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大家并不为这些连自己都无法相信的解释买单 甚至有人说这是官方找来的水军为了洗白节目组 其实在学员为节目组发声之前 蓝台就按下好声音的暂停键 给大众的解释是调查内部事情 只是时至今日并没有结果出来 不过就在大家等待官方结果的时候 港媒那边发出了一个劲爆的消息 好声音的高管被捕 据悉这位高管是负责好声音的整体策划执行人 更是和之前的李文事情有着极大的联系 通过对这位高管住处的搜查 相关还发现了意外的惊喜 此人住处存有大量的证据 如果这些证据或真 那么将会牵扯出多位导师 那么离大家期待的真相也就不远了 估计之前收了赚订费的导师 现在正在在家里起到那些证据上千万没有自己吧 虽然波及的导师名字现在还不知道 但是作为好声音导师的八朝元老率先有点坐不住了 他本来应该在8月16日和17日出现在上海春浪音乐节 可是自从他的事情被爆出来后 他就请辞了这档活动 理由是身体原因 相信这个理由明白的人都明白有多么荒唐 不过就在这个事情之后 那应还高调宣布将在国庆的黄金周在澳门开办为期两台的演唱会 并且售票通道已经开启 只是票价高的有点离谱 可是在卖了一段时间后发现结果非常惨淡 主办方也曾采取打折优惠 可是结果依然不尽如人意 而就在港媒爆出高管被捕后 那应演唱会的主办方新豪影会官也发文称 那应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为粉丝朋友准时在国庆周献唱了 所以原定的演唱会延期举行 并且已经够票的粉丝会给大家退票 当然 对于这样的结果网友们并不买单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是报应属于导师和幕后人员的报应 其实那应找个理由延期开演唱会 首先是因为门票的预售情况比较差 这样继续开下去的那么主办方肯定会赔钱的 其次 这次蓝台高管被抓也是给他敲响了警钟 因为自己毕竟也是八朝元老了 说干净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彻底清查的话想必也会查出一定的问题 而且那应也正在准备把北京豪宅抛售 眼下这种情况只有套现跑路 才是明智的选择 刀狼的新专辑《山歌聊灾》中的一首《罗刹海事》 缴翻了整个内鱼 那应、杨坤、矮大井和汪峰 因为当年曾报团质疑过刀狼 如今深陷网友恶评之中 某社交平台 那应账号下的留言突破762万 杨坤、汪峰账号下评论超百万 大部分是差评和嘲讽 与此同时 刀狼的这首《罗刹海事》问世11天后 播放量突破了80亿 热度仍旧不减 向着百亿目标前进 11天80亿是什么概念? 对比周杰伦播放量最高的歌曲《导香》 发行15年的总播放量也只有10亿次左右 就能知道《罗刹海事》 火爆到了什么程度 在这种压力下 那应是第一个站出来发声的 他确实被网友的恶评留言搞得不胜其烦 直接 询问网友怎么才能屏蔽那些骂他的人 很明显 那应不想解决问题 他只想解决突出问题的人 紧随其后的是 杨坤他用评论的方式 间接回应了此事 当时杨坤的粉丝留言声援杨坤 文字最后写道 被你骂的也是底层 《罗刹海事》这首歌可能骂的就是你 杨坤则对这条留言发表了评论称 最后一 据说对了 矮大紧就不提了 这人在内娱已经没有生存空间 被网友骂回丑国享受灯塔的照耀了 第三个出来 回应此事的 是摇滚歌手王峰 8月2日 汪峰在社交平台 发了一段长达22分钟的视频 不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还在音乐信上对《罗刹海事》 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能感觉到汪峰非常重视此事 首先 汪峰否认了当年曾贬低过刀狼 他不但否认 还表示自己 一直非常尊重人家 因为刀狼20多年来一直在做音乐 光是这份执着 就已经令人起敬 汪峰还表示很多文章 都是一册和乱编的 甚至有的文章 将他的毕业院校都写错了 所以汪峰觉得自己很冤枉 但网友拿出20年前媒体 报道过的文章来兑现实 汪峰又改口称 那只是一个自然人在描述自己的想法 先不管自然人这种 庄X的词有多突兀 汪峰面对证据时明显有点自相矛盾 他说这只是自己的想法 不代表是在贬低刀狼 但其实 这个想法 除了有看不起刀狼的意思 和瞧不上喜欢刀狼听众的话外音 真看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含义 汪峰曾说 刀狼现象是流行音乐的悲哀 简单的一句话 不但否定了刀狼全部事业 也将喜欢刀狼音乐的听众 直接 纳入到土的范围里 让不少脸皮薄的听众 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喜欢刀狼的歌 这招可谓计分高下 又决生死 如今又是简单的一句 我从没有贬低过刀狼 就想再次否认自己当年的言行 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有意思的是 在汪峰做出回应之前 他还事先删除了自己账号下 十万家的差评 只留了一些支持自己的评论 这个小细节被网友发现后 显得更加讽刺 汪峰删评论的做法配合他的回应 再次被网友吐槽到 这人不实在 他不能深交 其次 在视频中汪峰花了大量篇幅 从音乐性甚至是基础乐理知识上 点评了刀狼的这 首罗刹海誓 他称刀狼的这张专辑才是好的国风音乐 夸赞刀狼对民族风音乐的理解很到位 甚至讲解起了吉他伴奏用了 什么和弦和搭配了哪几种乐器 汪峰讲的还不错 毕竟也是老音乐人了 但这番跌位十足的说教 普通网友都 不爱听 讲给刀狼真的合适吗 事实上 刀狼不但年龄比汪峰大 在音乐上取得的成绩也比汪峰高 20年前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 的销量能将汪峰按在地上摩擦 刀狼的爱是你我获得过五个一工程奖 如今罗刹海誓 80亿的播放量 汪峰拿傻笔 总之汪峰的这番回应经不起琢磨 细细品来总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怪味道 对于刀狼的新歌是否在讽刺自己 汪峰也给出了他的看法 将刀狼的歌曲解读为讽刺 甚至是复仇 这是对刀狼音乐的不尊重 同时说明这些人自己内心也是阴暗的 这个 观点很有意思 如果刀狼被网友看成是歌手中的鲁迅 那么汪峰这番回应更像是退休后的胡锡进 这首 罗刹海誓不是讽刺 难道是赞美 至于讽刺谁 欢迎娱乐圈明星对号入座 包括但不限于当年曾鄙视刀狼的那几个当红歌手 汪峰试图用战上道德高地的方式来平息网友的嘲讽 实在是自欺欺人 能被解读 甚至是过度解读的文艺作品 一定程度上来说 就是好作品 江文的电影被解读了13年 如今年轻人对此还是津津乐道 刀狼的罗刹海誓 被解读了半个月 怎么有些人就坐不住了呢 笔者看来 刀狼的罗刹海誓 肯定不是为了报当年被辱之仇所写的 但网友怎么解读这首歌 说实话已经和刀狼的关系不大了 大伙此时已经 各个化身为刀狼 他们其实是在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 不幸的是 因此杨坤和汪峰成了大家出气筒 网友表达自己的情绪没有错 但如今发展成网报这些歌手 毫无质疑是不对的 大家切记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其实 当年英子汪峰挨大锦语刀狼的矛盾 并不是歌曲俗与雅的矛盾 也不是学院派音乐人对草根音乐人的 笔试说白了还得看经济链和利益关系 俗字前面只要不加妹低呃这种定语 对于音乐来说 本身就是一个很正常的流派划分 那时候除了汪峰还有股叛逆劲 因此杨坤的歌曲 没有一首是不俗的 所以 当年让这些人难以接受的 是刀狼的通俗歌曲卖了太多张 挣了太多钱而已 蛋糕就这么大 都被刀狼吃了 叫这些当红歌手情何以堪 只是攻击刀狼四人组 怎么也没想到 二十年后 弓手之事一也 刀狼的罗刹海誓 为什么爆火 因此 杨坤 汪峰为什么会处在风口浪尖 他们难道自己不清楚原因吗 解构一下音乐 分析一下乐理 再否认一下当年的言语 汪峰的回应看似重肯 实则即贼 另一方面 汪峰的 这番回应 又是一场教科书式的危机公关 既没有像鹰子那样装不知道 也不像杨坤那样嘴硬反对 而是直接打出了我很认同这张牌 并且眼神放光地讲解了刀狼新歌的音乐性 表现出了专业素养 显得有理有据 而认同不代表认错 以前汪峰觉得刀狼的音乐是乐坛的悲哀 现在之所以认同 是因为汪峰觉得刀狼的音乐进步了 值得表扬 从这一点来说 汪峰赢了 压力给到了鹰子和杨坤 但有个疑问 如果刀狼的这首歌没这么火 杨梅没有发声力挺 乐坛的半壁江山王峰 真会听罗刹海誓吗 从目前的舆论来看 很多人希望这个节目永久暂停 但客观上可能性不大 除非这个节目的问题得到充分核实 得到上级部门的重视 甚至包括纪委等部门的介入 否则才有可能真正让这个节目永久叫停 而不是被取代 事实上 浙江卫视的声明中已经表示要先保留 对中国好声音的处理 所以语气中也用了问题正在调查中 如果您更关心这起事件 我们会发现 李文的录音出现后 中国好声音节目组选择了铁杆网友的舆论 直接在声明中表示李文的录音被恶意剪辑 对死者的不尊重也严重损害了节目的形象 要知道电视台对节目组的管理是相当严格的 不可能随便表态的 比如在很多地方电视台的节目管理制度中 往往要求认真落实宣传管理责任制 严格执行宣传纪律 加强宣传检查 对不清楚的问题及时询问 涉及重要敏感问题的节目规定 必须拔好审查官 实行责任编辑 栏目负责人 分管领导乃至最高层的多层审查制度领导 必须严格执行 因此 这样一个强硬网友的言论 未经电视台高层同意 由节目组直接做出 显然是不合理的 如果我们同意上面的推论 那也说明了电视台对于这个节目的态度 那就是想尽可能的保留这个花费大 效益又大的节目 这样一来 就不难解释为何在该声明播出后 电视台仍在对这档节目进行宣传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此次停播虽然名为问题正在调查 但实际上是舆论逼迫 最终不得不宣布 在这个逻辑下 由于问题的调查是内部发起的 外界无法判断调查过程是否公开 因此存在很大的操控空间 一般来说 会有以下几种情况 首先如果问题不是那么大 那么可以直接揪出责任人并进行处罚 然后进行一些内部制度修改 发布道歉声明 甚至加强对电视台的审计 发布公告 然后适时出具审计报告 这个问题就会降温 在这种情况下 电视台会通过草稿论坛发帖等方式 寻找不同媒体购买 并测试网友的反馈 如果反馈可以接受 那么节目会在一段时间后正常播出 如果网友反应比较强烈 那么也可以效仿一些综艺节目 通过更换赞助商 更改节目名称 重组嘉宾成员等方式 重新上线及玩法依旧 相同 第二 问题确实很大 必须要公权力介入 对于上当的公众来说 他们应该期待的不是电视台所谓的自查 而是广电行政部门 公安部门 税务部门 甚至纪检部门等公共部门的调查检验部门 只有这些部门中的一个或几个参与进来 调查结果才会相对更加可信 才能更深入地挖掘节目的问题 最终才能掉到大鱼 只有这样 这个项目才能永久终止 犯罪者才能真正被绳之以法 这些项目才能提出